民族情怀 两岸卖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我是率兵 今天是2022年4月19号 农历人银年3月19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蔡英文 赖清德在所谓台湾国事会议上 鼓吹两国论及台湾命运自决论 国台办回应时重申 台湾前途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中国人民有压倒一切的勇气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台军民代组团考察金门防务称 两岸前线需保台湾安全 金门县长几乎备战不求战 但金门人不希望两岸打仗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美日期行程公布 将为驻美代表处揭牌公开提台海新论述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日前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及其副手赖清德 分别以视频发言的方式 在独派组织搞的一场名为所谓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上 昭然若揭的宣扬谋独谬论和台湾命运自决论 蔡英文大谈什么有决心守护台湾安全 有能力守护所谓的民主自由 赖清德则在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将美国近两年来打台湾牌称作是真朋友 真进展的所谓合作伙伴关系 并且鼓吹要团结合作守护所谓台湾主权的两国论论调 对于蔡赖二人面对台独同伙说出的这些所谓的心理话 国台办18号从三个方面出发 揭穿民进党当局既错判形势 历令致婚 又没底气自贯迷魂汤的色力内人 国台办又一次重申 台湾的前途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并强调中国人民有压倒一切的勇气和能力 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下面请看本网记者张灵的跟踪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 16号上午以所谓维护台湾主权 联合印太同盟为主题的 所谓第十一届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在台举行 蔡英文和赖清德以录制视频的方式发言 蔡英文大谈台湾立场 就是坚持守护所谓主权与民主 坚持与所谓理念相近的国家站在一起 蔡英文还无视民间疾苦地称 这几年在台湾的经济与防务 都有很好的发展 并宣称有决心守护台湾安全 也有能力为所谓民主自由贡献 最后蔡英文依旧用大内宣的内容称 有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为台湾发声 支持台湾所谓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 赖清德则无时无刻不找机会 操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称蔡英文就任六年来 大陆军机军舰不断对台湾压迫 并将美国近两年来使用的 以台制华的手段称作是台美关系 有所谓相当正面的发展 还把美国总统拜登派遣的窜访团 与反华先锋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窜访台湾 宣传成是美国对台湾的 所谓坚定支持 突显美对台所谓坚弱磐石的承诺 赖清德再次鼓吹所谓台湾命运自决论 称要守护所谓台湾主权 确保所谓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云云 对此国台办18号进行了严厉回应 发言人马晓光指出 民进党当局有关言论歪曲事实颠倒是非 蓄意利用乌克兰局势误导台湾民众和国际舆论 马晓光并提出三点进行揭批 一是歪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事实 贩卖两国论谬论 二是掩盖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 导致当前台海局势陷入紧张动荡的事实 倒打一耙欺骗世人 三是追随外部反华势力 充当以台制华 遏制中华民族发展的战略棋子 马晓光指出 他们错判形势 历令致昏 沉迷于依仗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撑腰壮胆 同时也暴露出他们缺乏底气 不断给自己灌迷魂汤 吃定心丸的色力内忍 马晓光重申 台湾是全中国人民的台湾 台湾的前途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中国人民有压倒一切的勇气和能力 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民进党当局 无论怎样起连 勾结外部势力 谋独挑衅 都难逃捣乱 失败 再捣乱 再失败 直至灭亡的历史铁律 我往日前发表 以坚定祖国统一的历史自信为题的重磅评论 文章从多个历史角度出发 明确祖国统一 民族复兴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中国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 重磅评论指出 只要中国的发展处于上升期 两岸和平统一的筹码就会不断增加 我们坚信 国家统一的时刻日益临近 民族复兴的前景即将到来 日前 台立法机构负责外事及防务的民代 与台陆军相关的负责人 到靠近大陆福建沿海的金门县考察防务 并称金门与马祖同为所谓两岸前线 台军需有效应对解放军所谓骚扰 确保台湾安全云云 而针对当前台海紧张态势 金门县长杨振武副议长等人皆表示 虽然大陆攻打金门的几率很低 但仍有备战准备 并强调金门县民希望两岸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不希望真的开战 此外 有台媒披露目前驻守金门的台军海龙挖兵两棲侦察部队曾接受美军现役军人的秘密协训 而早前还有消息表示 这支部队将调防至台北淡水附近负责保护蔡英文以防止解放军的斩首行动 更多的详细内容 请看本网记者尹赛南的深度报道 据悉 本次防目考察形成包括金门驻军整备两棲侦察营和240炮兵营的战术观摩 以及前线战管雷达运作等 参与本次考察的台立法机构明代声称 考虑到当前俄乌冲突引发台海局势持续紧张 而金门马祖同为两岸前线 台军需有效应对解放军所谓灰色地带侵扰 以确保台湾安全 而对于未来中国大陆是否可能攻打金门马祖 杨振武表示 两岸因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 金门民众都不希望有战事发生 但也强调金门有备战而不求战的准备 金门县议会副议长周子杰则分析称 若中国大陆最终选择武力攻台 那么首要目标还是直取台湾文岛 而没必要多此一举先打金门马祖 此外另据岛内媒体披露 隶属台陆军航特部两栖侦察营的金门海龙挖兵 曾在2019年与美军海豹7队成员 以及特殊艇队接受代号闪光的美军协训 报道称近年来美军特众部队曾多次派员赴台协训台特战部队 而地点多选在澎湖与台湾本岛 台军方相关人士透露 此举是由于金门与大陆仅一线之隔 若美军直接前往金门协训则过于敏感 值得一提的是早前曾有消息称 为防止中国大陆效仿俄罗斯 直取乌克兰首都基辅 台军方正计划将目前驻守在金门的这支海龙挖兵部队 调回台湾本岛 进驻淡水河口 负责保护蔡英文 以防止解放军的斩首行动 针对民进党当局频频勾连外部势力 进行谋独挑衅 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国台办曾多次表示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已深切认识到 台独意味着战争 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要安宁 要发展 要过好日子 是台湾同胞的主流民意 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我们有耐心 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前景 同时 我们绝不容忍台独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胆敢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采取断燃措施 据岛内媒体消息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将于5月第三周访美 据悉 朱立伦此次将在美国待14天 期间 他将前往华盛顿 纽约 洛杉矶 旧金山等四大城市 拜访美国国务院 国会 白宫等美方高层官员 以及智库及侨舍 并公开演讲 中国国民党驻美代表 黄介正早前曾透露 朱立伦将在美国提出所谓 中美台三边关系新论述 中国国民党国际部副主任 黄玉军预计本月22号提前赴美 为朱立伦防美之行打前战 详细内容 请看本网实习记者 攒黄宇的综合报道 重启对美关系 重开驻美代表处 是朱立伦竞选中国国民党主席时的重要政见 他在本月初 于中常会公布 由黄介正兼任驻美代表 黄玉军兼任驻美副代表 朱立伦此行将由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严 黄介正 中国国民党明代陈以兴等人陪同 其中 兼任驻美副代表的黄玉军 将先行赴美为朱立伦打前战 之后他将以代理代表身份常驻华盛顿 报道称 中国国民党驻美代表处 已于日前完备法律登记程序 待朱立伦抵达时正式对外接牌 朱立伦此次访美为期14天 在此期间 他将前往华盛顿 纽约 洛杉矶 旧金山等四大城市 并拜访美国国务院 国会 白宫等美方高层官员 以及智库及桥舍 并公开演讲 对于朱立伦在美国时 将提出所谓中美台三边关系的 新论述或理念 黄介正日前在受访时表示 中国国民党党纲是所谓新论述的基础 大方向已经确定 即未来5到10年间 首要任务是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这是维系所谓三边关系的护栏 黄介正表示 朱立伦访美将会证明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人才多 有智慧 有方法 够稳定的政党 能够维系真正的现状 低风险有护栏的现状 而非高度紧张 只是没有开战的现状 若朱立伦如其成形 将是其第二次以中国国民党主席身份访美 2015年 首次当选党主席的朱立伦 曾在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赴美访问 拜会时任美国副国务卿 现任国务卿的布林肯 以及时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等多位官员 日前国财办在回应朱立伦访美相关问题时指出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是我们同中国国民党互动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础 也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 我们相信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 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事情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提出您的宝贵意见 再见 感谢观看